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横穿成都平原进入眉山 地势开阔水势平缓宛如明镜 自古有玻璃江之称 这里也是历代文人默克 离川初属的必经之地 李白在此留下了峨眉山岳的浪漫 路由也发出了千载诗书城的感慨 更有黄亭坚 范城大等一系列风流人物的千古绝唱 当年16岁的苏氏沿江而下 来到清神 在有着西川林泉最佳处美誉的中岩古寺求学 苏氏败入中岩书院王芳门下 是的 这位学霸不仅学业精进 而且爱情学业双丰生 那还真是令人羡慕啊 是啊 苏氏与老师王芳的女儿王福 演绎了一场幻于联姻的千古佳画 据我了解 在中岩书院下方有一潭碧水 水中常有余儿兮兮 呼之即来 呼之即去 是的 当年呢 王芳老师邀约了众多名人雅士 为这汪碧水命名 可是大家众说不一 有藏于池 关于池 细于池等等 王芳也让苏氏想一想 苏氏沉诗片刻 提笔写下了 换于池 这时呢 王芳的女儿王福 也命丫鬟送来了提子 打开一看 竟然也是换于池 那这两人真是心有灵犀 难怪成就了这段 换于联姻的千古佳画 明镜需要您的想法 19岁的苏氏 迎娶了16岁的王福 迎亲当天恰逢5月15 喜船沾花挂红 彩礼琳琅满目 而当喜船靠岸时 一时间锣鼓喧天 烟炮齐鸣 彩礼鸭子受到了惊吓 纷纷串入了水中 而两岸的百姓则跳入江中 帮忙捕捉 一时间江面上 鸭砖水人追鸭 江上一片欢筒 从此5月15 青神就有了 华龙舟抢鸭子 共赫苏东坡和王福 喜捷连礼的风俗和传统 哦 原来这就是为什么 青神人更看重 5月15大端午的原因 是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